我就交给我们尊敬的GC99的大家长 吴钻四星钻石 我们有请吴钻 我把接下来的时间就交给吴钻了 非常非常感谢我们今天马来西亚团队 为我们GC99的奉献 我相信所有线上所有的伙伴 听完我们今天的所有的分享之后 应该只有两个字叫做感动 实际上刚才我在听他们分享的时候 我内心也非常的感动 真真正正让我们在这个平台 可以用生命来影响生命 可以用生命去感动生命 所以凯莉绝对不是传统网络营销公司 一天到晚去push别人 去说服别人 去怎么搞定别人什么之类的 我一直跟大家讲 我们今天在凯莉 因为有个这么大爱的这么一个平台 我们一定要发挥我们人类的天性 用我们的爱 喜悦和平和 来分享传递这样的一个福音 我们才可以把事业做大做长和做久 马来西亚最典型的就是 刚开始 Depheny刚开始做的前两三个月 也是几乎没有什么业绩 我知道她很着急 但是我也知道 她的问题在哪里 那好在呢 我跟她点醒之后 她愿意听进去 从外球转向内球 在她不断的内球的过程当中 她发现了她自己内心里头巨大的力量 然后呢 我就告诉她 你就愿这种力量 就可以吸引跟你同频了呢 果然不出我所料 当她决定改变之后 决定外球转向内球的时候 一个个优秀的人才逐渐出现 而且呢 今天特别是今天 我们三位的分享嘉宾 我们的讲师 全部都是一个字 叫做笑 笑静的笑 来说摆上笑为先号 他们可能刚开始舍不得 给自己的身体投资 可能有的人会觉得自己还年轻 你比如说像这个静 他自己90后 你跟他讲抗衰老 他不一定能够听得进去 但是因为一个只笑 他不希望他退休的妈妈 过上忧郁的这样的生活 橘子老师自己也是因为一份笑心 他自己做个人形象指导老师 然后呢 大家看到他的形象就知道有多好 但是呢 也是因为看见他父亲 老去的这种背影 他的眼泪夺旷而出 他决定要远我们的凯莉 来孝敬他的爸爸 就这样子开启了 他美丽的这个人生 这个凯莉之旅 所以呢 今天还有我们的文姐姐 也是这样子 因为一份爱心 实际上文姐姐 他完全可以 不需要再做任何一个事业 他对五行生命密码 五行的 五行五行都可以 这生命密码 都是非常的精通 所以呢 他觉得 我今天既然可以用五行 给人家指点方向 但方向又在哪里呢 你要让他去做什么呢 去做金水木火土 哪一个行业呢 该怎么做呢 他心中没有idea 刚好 在他的这种强烈的意念之下 他给宇宙妈妈发送了订单 结果呢 宇宙妈妈就给他发送了凯莉 他开始了解凯莉 我记得我第一次 跟文姐姐见面的时候 我还在美国 他那时候要迫不及待的 要见我 所以我们就在Zoom上 见了一个面 在Zoom上一见面呢 我们就一见如故的这种感觉 所以呢 内心呢 在我们彼此的心里 都留下非常美好的这个印象 然后就是这样子 不断不断的在线上 鼓励他们 支持他们 然后后面 马来西亚成立了一个冲撞团队 我也不断的给他们鼓励 就是这样子 现在马来西亚冲撞团队人员越来越多 每一天都有心当进来 真的是可喜可贺 这个不是我多厉害 而是因为你们的心灵已经觉醒 这就是为什么我要设心灵成长课程 现在越来越多的人 开始要上我们心灵成长课程 因为大部分人在外球的过程当中 迷失了自己的方向 心灵的这种迷雾越来越浓厚 看不清未来的方向在哪里 所以我们才开始这样的一个课程 目的是为了大家 每一个人都能够开启 自己内在的这种灵性 真正正正看清未来的方向在哪里 真正正正在我们的下半身 我们要做什么样的事情 所以刚才的我们所有的伙伴 包括大夫妮 包括菊子老师 包括我们的这个梅子 还有我们的文姐姐 他们都从心灵成长课程 深深受益 所以我看到这种状况 我内心无比的高兴 也无比的感动 因为我可以用我的生命 唤醒你们的生命 因为我们用我的生命 去感动你们的生命 所以我就是愿做义工的心态 来经营凯莉 尽管一天十几个小时 但是我乐此不疲 为什么今天收获了这种感动之后 这种感动的价值才是无价的 而不是说赚多少钱的问题 所以我们今天 从今天的分享里头 我们可以看出 我们经营凯莉 实际上只要一种旅游就够了 一种旅游 你今天不想经营凯莉 你会给自己找一百种 一千种 一万种旅游 告诉自己 我不适合 我没有口差 我没有人脉 我没有怎么样 当然是你没有找到 你内心的那个支点 因为这个支点 就可以照 撬动整个你的人生 这个支点 就可以承动 撬动整个地球 所以我希望 为什么希望大家 能够 大家都能够学习 上来我们的心灵成长课程 来上课 能够找到心里的这根支点 来撬动自己内心 无限的这个宇宙 这才是我们最大的一个力量 而并不是外向上的一些 今天赚多少钱 明天赚多少钱 真正正正 我们能撬动心里的 这个支点的话 你的财富 我实话告诉你们 你想挡 你都挡不住 财来的时候 哪说挡都挡不住 我们真正正 要想财运来的话 一定要用内心的力量 去吸引 而不是去外求 昨天晚上 也就是你们的今天早上 我在公司的祝母上 也是这样子跟大家讲 不要去过于关注别人 过于关注外在 外在的东西跟我们无关 我们要关注内在 因为我们每一个人 来到的地球上 只有这几十年 上百年的一个生命 现在一缓又过了几十年 那么后半生 我们要过什么样的生命 我们来到这个地球墓壁 真正正正不是为了赚多少钱 因为我们离开这世界的时候 我们一分钱都带不走 而我们要做的是什么 愿做通过自己优秀 来吸引优秀 愿美好来吸引美好 用自己心灵的觉醒 来唤醒更多人生命的 对生命的觉醒 然后最终呢 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 我们的灵魂能够得到提升 这才是我们真正正正正 在这地球上 要践行的一种使命 所以为什么 我才要开设 这个心灵成长课程 目前为止 全世界可以说 尽管这么多人 在经营凯利 也只有我们团队在开始这样的一个过程 而且大家从这个课程里头 然后吸引了这么好 吸引了这么多 这么多人来改变他们的生命 所以呢 在凯利平台 硬件方面 公司的方面 你们已经误言之意 啥都不用去想 只管去做 你就问你自己内心 你想不想要凯利这样的精彩人生 这才是最终的 你想不想通过凯利的产品 来孝敬你父母亲 然后有句话说 术欲净而分不止 只欲而亲不但 我们今天为人家的子女 我们今天有幸碰到了这么好的产品 我们今天即使经济再怎么紧张 我们要不要 好 尽一点我们的孝心 去让自己的父母生活得更好 哪怕不要说全套产品 从一件产品开始 很多人说 哎呀 我身边很多人没有钱 怎么样怎么样 我说没有钱 更需要赚钱 你要了解到 他没有钱的因素在哪里 因为世间一切都是因果在起作用 都是作用力跟反作用力 所以我们要去反省 为什么今天没有钱 问题出在哪里 找到问题以后 你就可以开始 你才能解决这个根本的问题 来让我们的视野欣欣向荣 所以马来西亚就是最最典型的代表 从刚开始就是完全没有业绩 到现在能够蓬勃发展 这个接近五星董事的这个大同队长 从他们身上就可以看到 这心灵的力量是多么的巨大 当然最重要的原因还是 愿意听得进去 自己愿意去改变 因为改变是很痛苦的 很多人不用你改变 那就只能过暗部就关了生活 改变是很痛苦 但是呢 改变也是让我们蜕变的 所以我真的非常非常感恩凯利 这样的平台带给我 可以践行使命的一个平台 如果平台不够好 即使我有很伟大的使命 我没办法在这平台上践行 但是呢 刚好 我跟很多人讲 大家都知道我是学佛的 信佛的 我送了一千多步经以后 凯利才到我的身边 所以为什么 绝对是来的最正确的一个平台 所以为什么我可以用 用我的生命来经营这个平台 所以呢 我们今天呢 看到这么多 我希望下一次 再过一段时间 我可以邀请我们的季妈妈 来上来跟我们分享 她亲自跟我们分享 她的变化 真的也非常的祝福 她有个这么孝顺的女儿 因为现在90后的孩子 要想让他们孝顺的话 真的是比较困难的一件事情 但是呢 从这件事情来看 也是我们季妈妈的一个大福报 有个这么孝顺的女儿 不冷心看着她在 忧郁的这个生活里头 继续那个 继续不开心 继续走向忧郁 而是 现在真正正正通过凯利 让她找到了这种开心 这种快乐 所以呢 这是真的是真的是非常非常值得赞召和欣慰的事情 各位 今天我们愿意做义工的心态 来分享凯利 当你分享出去 你发现你生命中的一些人 因为你的分享而改变命运 因为你的分享而改变她未来的方向 因为你的分享 让她拥有更加灿烂的人生 各位 这个是不是无价值宝 这时候你还要不要纠结 你一个推荐奖多少钱 你一个分享奖 分敲奖多少钱 我们的凯利的奖励制度 你不要去管她这八种奖励制度 怎么来怎么去 这只是一种算法而已 这种算法只是向世人证明一件事情 经营凯利 分享凯利 你的收获一定超乎你的想象 一定可以赚到钱 即使你今天对我们的奖励制度一窍不通 什么奖金都不懂呢 也没关系 你尽管去分享 钱一分不少的出现在你的后台 因为我们是用系统来算法 而不是用人工来算 用人工来算 可能有人会欺负你 因为他知道你不懂奖励制度的话 他就会欺负你 少给你钱 但是呢 我们是用系统来创付 我们用系统来算法 所以呢 不管你懂跟不懂都没问题 钱一分不少的都会到我们的后台 所以呢 又是用做义工的心态 分享凯利 你的收获就会越多 这因为我们从人性出发 所以在我们的团队 我不知道其他团队怎么经营 那是其他团队的事 我只管用我全部下半身 用我全部的身心力 来把我们的GC99团队做好 让大家不仅仅获得健康的身体 财富的富足 财富的分盛 更让大家得到心灵的觉醒和分盛 得到内在的富足 让我们的身心灵全部走向健康 然后呢 来实现我们灵魂的提升 让我们离开这世界的时候 我们会为自己的选择 自己的过往而感到欣慰 我们没有白来到这世界上一趟 所以呢 我们GC99的境界绝对比 普通的境界要高很多 而且在这上面 我们的幸福指数也是会强很多 所以明天早上呢 就是明天晚上的培训呢 还是依然由我来 给大家做培训 打好凯利基本功 到底要做哪些事情 那后天呢 继续就有我们的这个心灵成长课程 这是雷达不动的 所以呢 无论我们未来走向多远多久 在凯利里头多少年的时间 我一定一定 每一周会跟大家见面 至少至少在 如果其他的普通的这些培训啊 我们的经销商都能够完成的情况下 我会让他们去出色的完成 但是清理成长课程 我一定会跟大家在一起 好 我们一起达到心灵上的共鸣 来吸引更多美好的人 事物出现在我们的生命里头 再次祝福大家 希望大家在未来20天 借着公司的促销活动 能够受复人类 帮助更多的人改变命运 好 帮助更多的人 可以升级 在这次呢 能够升级到大套产 就是这样子 帮助更多的人 过意上非常丰盛的 这么一个中国的努力信念 好 祝福大家 因为今天时间有限 马上就11至12点 辛苦你们了 最后我把麦克风交给我们的主持人 非常感谢我们的大家长 吴传 非常感恩有你的带领 那在这里呢 我再次的感谢我们今天的主讲人 局长老师 还有我们的分享嘉宾 梅子娟 还有我们的文姐姐 在这里呢 也感谢大家上线的朋友们 我们的各位企业家 感恩 在这里祝福大家 平安喜悦 谢谢 那明天早上 就是北京时间9点呢 是我们英文的这个招商会 大家可以邀约你们的朋友上线哦 拜拜 拜拜 再见